我先讲一下 刚刚提到了转化睡梦为光明 在睡梦的时候首先会经历沉睡 再从沉睡的境界当中起 才会进入到梦境 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会经历到所谓的白明点下降 或者白分下降 红分往上提的景象 之后就正式的进入到梦境当中 所谓的白明点下降 红明点上升 或者是白道的景象 红道的景象这些的出现 跟我们在临终中阴在死亡的时候 所见到的白明点下降 红明点上升的这个状况是非常相似的 我们在睡梦的时候的状况 跟死亡的状况 可以说是几乎相同的 差别在于我们现在的生命 它的力量还没有结束 瘦数还在 所以还没有走到最后的灵终的状态 但是在梦境当中所看到的那个景象 跟死亡的景象 是会非常雷同的 比方说当白明点下降 见到白道的景象现前的时候 我们的撑分别念会起灭 当红明点上升红明点上升 红明点上升红明点上升 那么瘫的分别念会出现 而当分别念全部融入于本来的基 在共同的基上面消融的时候 就会进入一种类似无分别的 无念的状态 应该是无念的状态 那么我们在熏修所谓的 转化梦境为光明的时候 就是要能够以明觉 明察了实到这样的状态 晓得也有这样的白分现前 红分现前的时候 能够了知到它现在是在 趋入梦境的过程当中 不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的人 会产生到恐慌感 在这个时候就没办法 没办法掌握梦境 不能够转化为光明 那么在沉睡之后 要进入梦境之间 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会起来 就是会有一种觉察 现在并不是在入睡的时候 这时候要提及真念 反复地去即将的真念而安住 这个就是在梦中转化 睡梦为光明的成熟 具足如此的明星 之后要别人 时要论 了解后 不得 intéressムーブ 不到三個 不得商玉 不得商船 不得商店 市場 providers 租項 Comm nécess 不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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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对睡眠的单着心非常的强 所以说啊 我失眠了 我失眠了 我睡不着 在失眠的时候他心里面又提起 我不能够睡 我需要睡眠 所以这时候又强化了他对失眠的这件事情的在意 或者说对于睡眠的单着 那他的心的作用就更强 就更加不能够入睡了 如果他这个时候能够转化他的想法 像说不能够睡的话那更好 那我可以运用这个时候来禅修 这个时候整个状况又不一样了 又可以把睡眠这件事乃至于失眠这件事 是转化成为可以作为禅修的助力 这个是在具体睡眠的禅修当中 有很多技巧性可以分享的事情之一 我们都没有说这些是这样的 那么那也说当然有很多人 在做鹁里面的事情 它们不连乱达的时候 我就说真的让她忘记了 什么样的事 所以现在那些事情 有很多事情 在空房里陷阱所在 夜里的人都不连了 这些没人都不连了 这些地方有很多钱 然后还把酒 de水 在这些时候 weaker 才能召唤 来帮助你 还用平白紧握 一切麻烦就到了点水尘 如果我们能够去除对沉睡的单着心 而能够在沉睡转到下一个阶段 要进入梦境之前 也可以说是从沉睡当中醒来的这个境界当中 去做禅修的话 会非常有帮助的 就是能够提起正念而见到这样子 正处于睡眠阶段的实况 这个样子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有助于我们在面对临终中阴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有很大的帮助 死亡的时候我们的身心会分离 就好像是从一场大怒当中 性觉一样 应该指的是法性中阴当中 我们见到的那个没有太阳 没有月亮 没有云雾所遮蔽 没有任何的其他光源干扰的黎明的清朗虚空一样 在那个时候就像是从一场沉睡当中醒觉过来 能够掀起新的本来自信 如果能够清朗地认出如此新的本来自信的话 就等于是我们的心是进入到法身的境界 而于法身境界当中正得佛果 能够保认在这样的境界当中的话 就能够展现种种的爆生的插土 所以对于沉睡这样子的阶段不加以单轴 而能够与沉睡的转换阶段当中 据足明知是非常有助于往后的中阴 除了宗笘依承词 明仍可龍 神仍难比我了 大诗 您吧 但你已经想不得了 我们吃饭 你讲明是看不懂的说说 把你的声音发个载 然后你懂得载 当讲 你怕嘛 你说这些法子 这些法子 这些 这个还叫什么 这些法子 没入旁生般痴眠 睡梦修行何为一 在修时睡梦的修法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像在入睡前 在房间里面放自己喜欢的 觉得特别悦意的佛陀的圣号 或者是咒语 这样子的话对于失眠最后也帮助 你讲我说的话 没人认真了 你也看得到 我才说这些法子 这些法子 所以我以前的学生 我也懂得了 所以我们也看得到了 你不是进会给他们迢了 我认语多人的力量 所以我说明德上 你的魔力道 你载动她的脑线 也就是这样子 你不是从心中开 你那些马力道 我认语多人的力量 你会找到的 你带走这个实力量 你能收到这些 你也有三つ力量 你现在上了 所以我跟随 Trustee 想和你 想起 細 再找一切 那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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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太差 如果是想起来的话 在那里 不然能够认识自己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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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应当要将自己的直了的决心与梦境结合 了解到日夜一如 也就是日常生活的一切静跟梦境 其实是一如的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我们现在处于身心未分离的状态 所以说是生存 那么当将来有一天 我们必须要放下这个身体的时候 仍然会由于新的延续 所以过去的夜以及夜的喜气展现出来 还是会看到如同梦境一般的境界像的 那现在我们的生活只是 其实只是另外一场梦 但是我们从这个具有实质身躯的梦境当中 还会醒来 当这样子的延续力结束的时候 身心就要分离了 到那时候身心分离时 身体要放下 心还是会以它的夜跟喜气 而现种种的境界像出来 但一开始的时候 自己的心是会离开暖热 然后开始 就是逐渐的产生 四大种或五大种的消融次第 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死亡 仅仅只是自己的心事 跟身体的暖热开始分离 但之后呢 会逐渐的一个一个大种的力量消退 我们称消融次第开始发生 之后才会正式的面临死亡 在这个睡梦中阴的修持当中 很重要的就是要了解 原来日间的生活跟夜间的梦境 其实是没有差别的 就像是至尊命六日八尊者 他提醒我们的 了解到日夜一如 醒梦一如 这个就是起入真正的智慧命意 接下来要谈禅定中阴 大家一起看中文 皆呼禅定中阴陷前十 放弃散乱迷惑众 助于无边无指导 生起稳固二生缘 一心专修理所事 不受迷惑烦恼迁 现在是三天发生的 三天发生的一遍 三天发生的一遍 在这一遍 一遍 人家在这两遍 在这一遍 三遍 三遍 五遍 五遍 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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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遍 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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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遍 一遍 三遍 三遍 四遍 二遍 那些司会很高兴 她就在街上 但是这些地方 整个地方都开玩了 我們要用这些地方套路 但是身上是一样的 但是在那些地方 我又能用了这个挑战主体的 那是人物的 那他ечь的用的是 那些人在这些地方 就得起一些 我们要用了 你是能不能缺乏一死我的 猛灵人之动就在我三十多大 我觉得我唯一只能缺乏一家 因为你会吃我的 把你干牛链子上去 我觉得我看见这一切 我很想看 但你當你當成會? 從rouwный來? 那你生產自已理,不可説 所以牠們只要軍事 跟他說 我覺得 那你當成所告之 !! 那你 drawing權 你那我就隨便しゃ 那你對這些 你不想得打 你太sel有盡的 你很gie很健 truth 那些生存在 香港人可是,那儿也不知道 有些人说说, 不是人 那现在我们做的公子 开始这些,那儿 那儿有些人做的意义 要做一些事 那儿我们去做一些事 但那儿我们就会做的事 我们就去做的事 那我们就要做了 那么我们的关注 禅定中阴指的是去做禅修以及去做实修的时候的这个阶段 首先这些禅修里面有很多的次第 比方说先从四转星开始 再来是极止 再来是圣观 之后能够以禅修而了悟真实的见解 比方说以大手印的教法来说的话 了无间解的次第 就是所谓的四种渔谐 这些渔谐是关于禅修的次第所会一一发生的 首先是专一 再来是礼系 再来是仪位 最后一个最圆满的是吴修 他们所要达成的 所要做的 都是去见新的本来实相 去抉择新的本来实相 透过禅修能够直接的契入 原来新的实相是离一切系论分别的 在这样子的离系论分别的新实相境界当中 所有的妄念分别 所有的烦恼完全不存在 根本是微不足道的 许多大晟的经典当中都会谈到相关的 关于离系的这些的道理 那么相关的注释也很多 但是我在这方面一点体会也没有 一点学习也没有 所以只能够就自己所认识的 跟大家做一点分享 去直视自己新的法性实相 而安住于其中会有不同的阶段 在大圆满当中称它叫做大圆满四相 在大手印当中就称它叫做四语且 无论如何它指的都是向内关心 而只见新的实相加以抉择 如此的新的实相是远离一切的破例的 是远离一切的细论的 它是无有任何利害可言的 在这当中任何的烦恼 任何的分别妄言都不能够伤及新的本体 最终再进一步的 我们会了解到诸法一味 所有的事物都像是大海与水 是无有分别的 在新的实相当中我们了解到 自根它的界限从来不存在 二远对立的界限从来不存在 这样子的了物会真正的升起 那个是一味的境界 最终会达到无有情做 在最根本的基础上面 也就是新的实相本来面目上面 我们会晓得如果能够安住的话 就是这个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 在这个本性当中没有任何的牵便性 没有任何需要情做的 这就是为什么 自尊明的日法尊者说到 了知到三身功德而无患散的话 则无有任何情做可言 在这一年我们最终有关的 在那一年 在这些人被关系的 这样子的病毒 在这一段 在这些人的病毒 在这种病毒中 体患病毒中一般 在这种病毒中的病毒中 也在这种病毒中一般 在这种病毒中一般 在这种病毒中的病毒中 所以就是这种病毒中 在这种病毒中的病毒中 在这种病毒中的病毒中 小青黄土壇子 firm乱雷 鳳梯你看着拿里真 他得來一些男人的手 在那裡讓他出一個人 有過多的東西 他不應該坐下來 他不應該坐下來 但是老闆的話 寫到來 他就不會坐下來 然後他就坐下 所以坐上那裡 他說的是來這邊 你不想坐下來 我發出能力 你不想坐下來 在每一年大事,我有一天在其他人,他就是這樣 所以要老婆去家,那裡學生了 我會想著同一個家人,我會想著 我時間重量無聊 那他在學生,很難得 我會想著自己的說明 來說,就是手說 所以說,我解釋了 然後心理想著你的大人 這裡,說得、各地,神器,神器、 mighty willst的 每一群都有哪一群 堅持的人 기�charged arı看到sinde 會跟他抓到哪一群 他來跟我們相利 可以說用網站 插助 我会在家里面序了 我会不ctica得到 但我会在家里面的 但我会在那边讲 所以我会在家里面 你这家里面是在家里面的 我会在家里面的 我会在家里面的 Gratulação 我会在家里面的呼吾 我会在家里面的呼吾 我 Size regulate了 animal eens 吃了 鱼肉依然淋 主菜 小孩 各自凡 expecting 人家傍盈了 是吧差 shell 就叫我先准备睡 但你 Prager淋灰 这个 tay Pacific 人家傍盈了 但是你们那时候 你们那时候是什么东西 就慢慢来我叫你 我叫你叫你 但是人在哪里 就是跟那个人我说 如果有更多的 那如果你就要死了 那你们家都干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 要等他们 所以有种法复活的颜值 接下来请看到第二句 放弃散乱迷惑重 就是应当放弃散乱跟迷惑的意思 什么样是散乱 什么样是迷惑呢 我们先来谈散乱 散乱就是投注精力于今生的所事 由于我们投注在今生当中 所以我们对于日夜一如 醒梦一如的道理会无从认识 因此祖师大德劝捷 我们要对今生不要贪求 不要担着 我们总是非常的散乱于今生的一切 我们总是不厌赌 总是贪得无厌 有了比方说你要不断的累积财富 有了一百你还要更多 这样子的不断的贪求 不断的经营此生的种种计谋 就是所谓的散乱 那什么是迷惑呢 就是迷乱 这样子的迷乱最根本的层次是什么 就是执着自他的迷乱 本来究竟诸法是无二的 没有自跟他的分别 但是在无二当中 我们创造了二元对立 我们创造了自他的分别 这个自他分别就是最究竟最严重的 最根本的执着心 由于有了自他的分别 所以我们看待一切轮回法 都把它以二元对立来看待 这个也是两个 这也是对立的 那也是对立的 下一个又是对立的 我们是这样子在看的 就像是有许多的宗教 虽然他的本质都是一样 但是我们从自他分别的角度 去看待的时候 就产生了 这是自己的宗派 那是他人的宗派 就产生了宗派的反理 一个一个就分别了下去 在心上我们也画出了种种的分别 这个是善意 这个是不善意 种种的分别产生了对立 这些都是对于本来无二的实相的信 也就是从根本的基础上 他的自信是无二的道理 不能够通达而知作为二 知作为对立 我们应该要晓得 就近来说 一切万法都是无二的 所以所有的显现都非实有 都是虚妄的 如果你能够真正晓得无二的话 你会确实的能够把握 一切现象皆非 皆是虚妄向的道理的 那所需要做的第一步 那在这边要怎么样断掉 怎么样放弃散乱跟迷惘 首先就是要晓得 什么是新的实相 什么是新的本质 在这个当中第一步要达到新的柱 要让它安置 要让它能够急静安住 就是要以急止的功夫 令妄念占歇 再接下来 晓得 由于 在妄念占歇的状况之下 晓得 在对那些事物的追求 还有对烦恼的跟随 随着分别妄念而转的这些事情 你就能够以 明察的觉知 去看到这一切 因为你的分别妄念占歇 心能够急止的时候 能够真正的去处理 内心的错误 内心的迷乱分别 然后会去看到 这个就是念头 这个就是烦恼 你会有一个觉知 去了解它 而不随它转 仅仅只是了知 而不随它转 就像昨天在观点的时候 谈到了 了解到事物的显现的像 它是无有真实性的 但是你同时也不去思维 它到底是有真实性 还是无有真实性 对于真实与否 两者都不加思维 你要做的 仅仅只是保认 只是维系住 这样子的觉知而已 这个时候你就会晓得 真正要保护的 你真正要去保护的是什么呢 并不是你的念头 是你的觉知 为什么呢 念头它自己会生起 你不需要有人保护它 它自己就会生起 但是你需要以觉知 去观戴你的念头 就看着你的念头 那么在这个当中 你就会晓得 原来烦恼跟智慧 是同时陷起的 烦恼陷起时 在烦恼当中 就产生了自他的分别 就产生了种种坦诚的分别 而我们以觉知 看待它的时候 觉知就如同火焰 它能够看到 妄念的不实性 它能够真正的 不随妄念转 而真正的使妄念转为智慧 这个时候妄念就真正的 能够获得转移清静 无论移清静 没有移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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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 没有移清静 没有移清静 所以说当你不在买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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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我们是否常见得了 字幕里应该 errado 我们以前的人当事上的再假扰 这些人的人中我一直 sent down 因为我们唥 Mars 就像是经典当中开始到极尽安止的功德 就像是广阔的海洋一样 而自己的决心能够不随妄念转 不像是星火燎原 一个小小的火苗就烧掉了整个草坪一样 具足决心而不随妄念转 的批语就是不要让那个星火燎原 然后我们的极止的心能够安住 就像是广阔的大海一样 不随自己的心的动的向 不随妄念而转 这样子的觉知我们就称它是大的智慧 就称它是智慧 当然所有的众生都有一定的智能 都有一定的智慧 只是程度大小的差异而已 如果你能够晓得究竟的智慧的本体是什么 它的本质是什么的话 你将会通达 那个智慧的究竟本质就是佛陀的心 所以就像是普贤王如来 奇缘文里面所说的 了知此理则成就佛果 不知此理众生飘轮回 也就是说这个此理是什么呢 就是了知到智慧的本性 心的本性 决心的本性是什么 你了解到它的话 这个就能够成就佛果 如果不了解的话 你会怎么看待呢 你会以我职出发 紧抓着我职 我职就是真正的最大的障碍 最大的问题的根源 它创造了一些痛苦 以及